我叫William 我的職業是律師 放工之後呢 我是一個組織叫做放工力量的創辦人之一 我叫Elaine 我的正職是一個律師 亦都是放工力量的創辦人之一 我是Carvin 我的正職是一個活動策劃 我放工之後是放工力量三位之一 其中一個發起人 其實每個人上班都有壓力 怎樣減壓是要找到自己 我覺得做些甚麼是令自己開心的 有時就算很忙 但你是做一些自己喜歡做的事 你有 passion 的事 其實你就算很忙 也不代表你要有一種負面的壓力 而是一種正面推動你去做事的壓力 如果你真的覺得很不開心 在工作上 我想有時也要停一停想一想 有時也要尋求一下改變 當你想到有另一回事 很有樂趣的時候 你就知道你最初的工作 其實到最後是為了你去促城 做一些很開心的事 工作有壓力要怎樣減壓 其實最好的方法當然是 快點下班 下班後就可以不想工作的事 做別的事 也是這樣 所以我跟朋友教了這個 放工力量的組織 放工力量其實… 這件事好像很… 一件有趣的事 但其實是… 開始的時候很簡單 只是一個電話 因為我們偶然之下 認識鄧志堅導演 即是劇場副界也有著名的導演 所以就覺得 不如我們做一套戲劇 不如做一套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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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多些不同的活動 去聚合一套有上班的人 我個人覺得 你做你初的工作 一定有自己的原因 無論你甚麼原因都好 我覺得一個生活中 應該不僅是唯一一個 唯一的原因是做人 所以我想在下班之後 不如在其他空間尋找 其他原因去做某些事 我相信你用這個角度 你會有更多動力 而且你會有更好的平衡 在僅有的空間裡 我們會否找回真正的自己 其實我們不是要鼓勵 必須要上班後和下班後 完全變成兩個人 如果他們一方面同一時間 很享受他們的工作 是很有熱情 去做他們的工作之餘 他能夠把那個熱情 那份激情 帶回到他下班之後 他的生活上 和他身邊的人 或者當他做其他事的時候 都會這麼有熱情 我就覺得是最理想的 不是需要戒得那麼糟 說上班就是很慘的 下班就是去玩 我們也不是提倡這件事 上班和下班都應該去找自己 有甚麼做是有樂趣的 可以令自己享受到人生 亦可以為社會出一分力 如果你找到自己喜歡做的事 有熱情的事 就算下班很累也好 你也會很有動力去做 所以我想我們不是想告訴別人 你知道甚麼叫做放工力量 而是想啟發更多人 去找自己那份放工的力量 無論如何 跟著 轉個小月 轉個小月 要轉一個小月 去把動了 才能活動 感谢观看